第四個遊戲 哈囉 大家好 又是我啦 黑白熊 那...其實我每一隻 最近不曉得為什麼 感覺應該是突破了一個盲點吧 覺得貓咪大動人進度玩得非常快速 就是我才剛打完未來一邊的月球 我現在發現我居然可以打贏 紅色漩渦 好 非常簡單 這種時候呢 就是直接給你們看我到底帶了什麼貓咪 這一支影片就是給你們看我怎麼打紅色漩渦的 那... 呃...其實我在紅色漩渦結束之前 我趕緊來打這一批啊 你看 剩下34分鐘結束 紅色圖片 那這關的特色呢 就是裡面就是 滿漿滿谷的紅色 但是我帶的貓呢 主要都是針對那個漩渦的 就是漂浮敵人 那...這個陣容我相信你們都看過很多次了 那我帶兩隻比較特別的 第一個是這一隻 叫做通靈貓 通靈貓的特色就是 偶爾可以讓漂浮敵人瞬間停止 然後再來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隻啊 阿姆特就是我的打手 那這隻基本上就是一個 帶心鞍的啦 一個坦克的概念 對漂浮敵人很耐打 有時候使攻擊力下降 但...他的CD其實也蠻久的 沒有說到非常好用 但...不但是打漂浮敵人 我們就摸一下 好 那我們就... 迅速的來打這一關吧 這支影片我們也不要花太多時間 晉級紅色漩渦困啊 我們就開始 登登登登 巴巴巴巴 好啦 那老樣子啊 一開場就是先出個強貓有沒有 然後兩隻強貓升級一下這個 好 然後再來出攻擊的 好 現在就開始純潛囉 開始一直出通靈 有沒有 就是那種通靈啊 牽手觀音啊 有機會就先多出個幾隻 要來疊的 疊疊這要幹嘛 疊就是到時候那個誰 到時候那個漩渦一出來的時候 我有那個把握可以一次打破他的頭 你如果不這樣子考的話 你會被考死 好 然後我們現在開始出三坦 我們就靠一兩隻打手在前面坦就好了 我們不要一次出太多打手 一次出太多打手 也會推得太過前面 你可能還來不及把你的那個 要拿來 比如說通靈貓啊 來不及疊起來 那個誰就出來了 那就有點好笑了 有沒有 重點是通靈貓 觀音貓 還有那個真子貓 有機會能出就多出幾隻就對了 一出 有沒有 好 再來出一隻通靈貓 這個 這個 然後這個 我現在已經七級了 我第一次打 不是這個樣子打法 不過我這次就用他們打 看沒有幫助 好 看來還挺有效的 我覺得 好 通靈貓又出一隻了 現在通靈貓不知道已經疊了幾隻了 我覺得 那個出來的應該是沒什麼問題啦 好 水喔 可以出巴哈姆特 那龍準呢 不要太早出來 因為龍準他有一個特性 就是他跑得非常的快 你太早出呢 搞不好 等王出現的時候 他就會衝第一個到前面去彈 然後他 就可能還沒卡到幾刀 就打死了 就有點划不來 龍準他當初的規劃說 他是遠距離攻擊的角色 但是有點殘念的就是 他雖然說遠距離 但是我覺得沒有多遠 稍微往前面一點點就打得到他了 所以比如說像 比如說像那種 有波動怪啊 通常一定可以輕鬆的擊倒他 有沒有 好 現在我們的漩渦出來啦 好 幹 超有點lag 有點lag 有沒有 現在戰線穩定了 戰線穩定之後 第一線有沒有穩定了 才開始出龍準 然後我們的目標呢 是把 盡量 能夠先把小兵解決掉就解決掉 就是不要讓 不要讓場上同時有太多敵人 我們盡量把那個負面效果 集中在 紅色漩渦身上 喔 有沒有 現在 好啦 有啦 小兵已經被 把他們都噴一下死了一批啦 現在剩下紅色漩渦 那原則上 你應該看得出來 紅色漩渦他是 無法行動啊 各位朋友喔 你有看到嗎 他就站在那裡 你講講喔 死不要病啦 你看已經無法出擊了 我連一隻牽手關鷹貓都出不來啊 攻擊 砰 哇 那他幾乎轉兩秒鐘 轉0.2秒而已 他又被盯住了 這組合真的是 非常的實用 好用又方便啊 如果你們沒有關鷹貓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用通靈貓 就是主要還是通靈貓 或是找一兩隻對空中緩速的 那基本上就照我前面說的一樣 就是 前半段的時候 盡量累積 盡量疊 你要帶 就是你的緩速貓 還是幹嘛 就是那服人家用的那些 盡量疊 多疊幾隻之後 你才開始出打手 因為你們剛剛也看到 原則上我碰到塔之後 紅色漩渦才開始出來 好啦就這樣啦 非常輕鬆了 我們就推過了 進擊紅色漩渦困難 那這一關據說 打完之後呢 是有機會可以得到 一隻貓咪的 但是我目前打了兩三場 還沒有打到 我希望之後能夠得到 那隻 紅色漩渦關卡 影片就到 這邊結束啦 有什麼想看的 有什麼想知道 歡迎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大家掰囉